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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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年 就是隔空过年 是的 同园呢 对 其实我们都是初一学回家 所以说我家年夜饭桌我小后了一次 杨千玺呢 就是表演完 然后归跟爸妈一起 然后一起回老家 说到这个吃饭 年夜饭嘛 总有自己特别喜欢吃爱吃的菜 有没有哪道菜是你们年夜饭的饭桌上必不可少的 我家的年夜饭必不可少的就是粽子里面蒸的圆子 是咸口的还甜口的呀 咸的 咸咸的圆子是王俊凯过年一定要吃的菜 就是我们家里人都会当 就每个人都会吃一个至少会吃一个 哦 是会在里面塞硬币啊之类的 谁咬到谁幸运的 不是 不是 就只是一种 我觉得应该就是一种团圆的象征 哦 那王源呢 我家的话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火锅 所以就会吃火锅 你们大重庆人这过年也要吃火锅呀 对 就是热闹嘛 红火 哦 那火锅里面有没有哪道菜是你必顺的 毛肚鸭肠 我就知道 毛肚是你最爱 那千玺呢 湖南就是吃饺子 然后我特别喜欢吃我爷奶奶做的那个 湖南叫土匪鸭 然后我今年特别想回到家吃那个雪茨吧 因为去年就没吃到 所以今年特别想吃 哇塞 这听到我都流口水了 土匪鸭是一种湖南特色的当年的那种 对 应该是湖南江西那边特有的吧 听着听着我都流口水了啊 希望你们可以赶快回家吃到好吃的啊 那虽然现在我们不能给大家送上这个及时的好吃的 但是呢 我们给你们准备了一下 这个三个大金包 要曉畏你们这个现在没有能吃上粘液饭的这个小小的遗憾 好不好 来 我们每个人可以抽取一个 里头有的是挑战 有的是祝福 就看你们军年的手气 lou 后来 你们大吉巴黎 福 那就是媛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相对应的獨家挑战 来 我们先看看 我们王俊凯同学 他抽中的挑战是 我的是用方言拜年 那就大哥 用我们的方言 给我们的爱情网友来拜个年吧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还是录影 恭喜发财 好 重庆话软软的好萌啊 来 王俊凯同学 我的是一笔不间断写一个福字 一笔不间断写一个福字啊 这个好嘞 我们给你准备了笔墨纸业 哎呦 不太 这个握笔的姿势 首先就非常标准啊 这一张 我所谓啊 我所谓 心意到了就好了 间断了吗 我们没有看到啊 好 谢谢王俊凯带来的这个福字 很标准的福字 你有练过毛笔吗 当然没有 他写的相当可以啊 好 谢谢王俊凯给我们带来的福字 来 我们要看一看 易阳千玺同学 你的纸张很大条 我想你这个挑战是不是也比较大呀 这个是一边快问快答 一边写符 左手写符 要一边快问快答 一边用左手写符是不是 哎 那巧了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笔墨纸业来送上来 那我可为你准备了很多高难度的问题啊 嗯 来 我们 怎么帮你拿住那个麦呢 那我们辛苦大哥帮我们这个签起来拿一下麦 然后我就提问 然后你要用左手 然后写出这个福字 好不好 左手 你们真的很爱挑细节 就哎 间断几笔 有没有左手 就你们在监督就对了 我要开始提问了哦 好 3 2 1 第一题 请问小时候说到的红包是自己保管 还是妈妈保管 呃 都是我妈 都是你妈保管 好 那请问 腊肉和腊鱼你会选择哪一个 腊肉跟腊鱼吧 新年期间最怕听到什么样的问题 问我平时学习怎么样 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 还是怕问成绩 啊 你都已经写完了 那在你展现的时候 我还要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2019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最大的愿望呢 能好好学习 然后时不时顾得上工作 所以就是学习穿插着工作 那我们也希望2019我们的这个千玺同学可以心想事成 那两位我们就举起这个福字 然后呢 呃 跟我们这个镜头前的小朋友们 也希望他们2019年可以好好学习 我们每个人送上一句祝福语给小朋友们好不好 嗯 就是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 然后吃到压醋钱好好交给父母 然后祝他们快乐成长 好嘞 哎 交给父母是认真的吗 王源同学 嗯 祝所有小朋友们 嗯 学习进步 然后在学校听话 对 对爸妈要孝顺 红包也要交给爸爸 红包可以自己收 哈哈哈 不一样的策略 千玺 嗯 希望朋友们 能做好自己想做的事 OK 好 我们也谢谢我们TFBOYS给我们送上的祝福 也希望2019年我们可以期待 见到三位更多更棒的作品 希望你们在工作上和学业上都能更上一层楼 好不好 谢谢 再次谢谢三位做回我们演播室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你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有点